再来看的是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关说风暴 针对这起事件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跳出来说了重话 他认为马英九不应该羞辱王金平 而总统府则是随即召开记者会回应 强调马总统并没有羞辱王院长 而是王院长不尊重司法 一大早连战没现身办公室 但对国民党内大风暴 马总统挥刀砍向王金平 身为荣誉党主席 连战显然非常不以为然 透过办公室主任丁远超表示 认为马主席做法有欠周延 不该用这种不当的方式羞辱他 任何讯息及评断都仅止于外界报道 怎么能妄下定论 还说凡是应该兼顾情理法 不能认同党中央的处理方式 对于后续发展感到悲观 话说的那么重 就是要马总统收敛点 但总统府反倒开出第二炮 马总统并无异于不尊重或欺乱 王金平院长 而是在王院长打电话给 柯建民 曾永夫 陈守皇 谈及司法官说的那一刻 司法就陷入了屈辱 不是马总统不给王院长基本尊重 是王院长没有给司法基本尊重 府方态度强硬 不惜得罪党内大佬 马总统这一刀切断国民党内 长久以来的伦理备份情谊 也反映马总统要在任期最后 将自己的意志进行到底 郁电TV赖伟胜肖秉仪台北报道